来自瑞金医院 是一名外科住院医生 副赛的视频火了 我收获了很多烦恼 现在领导都叫我一家之主 我儿子管我叫叔叔 患者要是给我认出来了 就会问我 黎医生 像我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可以爱吃点啥就吃点啥了 下面的留言我都看了 讨论的很激烈 但大家都认可的一点就是 学医很苦 学医很苦 我妈就经常劝我 儿子 你得慢慢熬 熬出来就好了 学医是先苦后甜 我都熬了十一年了 熬完三年还得再熬三年 怎么还是这么苦 我这熬的是一碗中药吗 我跟我爱人都是年轻一生 这就两碗中药了 我们俩见面都是 最近忙吗 过得还好吗 我们俩看见儿子都是 这是谁家的孩子 都长这么大了 之前都是我妈劝我 现在都是我劝我妈了 妈 你得慢慢熬 熬出来就好了 带孩子都是先苦后甜 前两天 我跟我爱人带我儿子逛商场 碰见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跟爸妈走丢了 我们帮他联系商场工作人员 联系警察 我儿子问我 爸爸爸爸 走丢是什么意思 我说 走丢了 就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我儿子说 我知道我知道 他的爸爸妈妈 也是医生吧 现在就是对网络上的毒鸡汤 都已经免疫了 前两天公众号还给我推文章 给我打鸡血 鼓励我早起 题目是 你几点醒 就是什么命 我看完很生气 这醒的越早 命就越好 在我的认知里啊 自然醒 富贵命 七点醒 劳累命 我六点醒 疲于奔命 视频下面肯定有人要问我 那我四点醒是什么命 四点醒啊 你是不要命 当然了 当医生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当了医生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有那么多亲戚 他们觉得我什么病 都会看 医院也是 我说了算 但实际上 到底有没有号啊 我也是从手机上看 而且绝大多数的病 真没有必要跑这么老远 因为全世界都用的 一份指南 前两天我妈一个同事 她远房表舅 二儿媳妇的亲姐姐 要来上海找我看病 我说大姑啊 这个病您在当地医院 抓紧看 您过来要两千公里啊 没等你到上海 病就好了 当然 有的即便来了 我听他们最多的疑问就是 排队一上午 看病三分钟 能看好吗 其实现在检查越来越全面 专业越分越细致 对于疾病的诊量决策来说 三分钟就够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皮肤科 大家看过皮肤科吗 我们叫一眼活 我实习的时候跟老师上文诊 就看一眼 来了你都不用说话 你 实诊 用这个 下一个 你 皮炎 你 水痘 你 牛皮选 你 你这是睡凉洗压的印啊 没事 你这个痒了可以挠 当然 要说我最害怕的 还是那句 医生 为什么你说的 跟某度上说的不一样啊 我说还是你胆子大 我学了这么多年医 生病都不敢上网查 某度某度 绝症起步 上网查了半个小时 这辈子就剩下三个月了 最后啊 我想说的是 手术成功了 大家都说是我们外科医生的功劳 但没有麻醉医生 患者就是无尽的哀嚎 没有护士的密切配合 就没有缝线跟手术刀 他们都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在跟死神赛跑 有人说上手术就是在鬼门关走一遭 那我们呢 负责在鬼门关门口检票 哎 逛一圈得了啊 快点回你的阳关大道 谢谢大家